业者才离开槟榔滩不到15分钟 摆放的店家招财物金基姆就被偷了 并提供有人家中的监视器 预派诉所网路巡逻发现后 立即启动阴眼小组 积极调阅路段临近相关的监视器交查对比 查出是侠内贯切所为 而权案询问后依涉嫌窃到赃物罪 移送花莲地方检查署 业者才刚离开槟榔滩不到15分钟 摆放店家的招财物金基姆就被偷了 并且提供有人家中的监视器 预派诉所网路巡逻发现之后 立即启动阴眼小组 积极调阅路段临近的相关监视器交查比对 查出是侠内贯切所为 权案询问后依照涉嫌窃到赃物罪 移送花莲地方检查署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有限度开放娱乐场所 本所于5日晚间执行防疫机查勤务 在玉璃镇中山路上发现一名男子从小巷窜出 见到警方神色紧张 援警健壮立即上前盘查身份 该民手上手提袋的物品为刚招窃不久的金基姆 税待防守侦办 权案询问后依涉嫌持有张物切到罪移送花莲地检署 玉璃分局分局长温基辛表示 国内疫情虽然趋缓 各项防疫作为仍不可轻忽 玉璃分局将持续宣导防疫 并且不放松打击犯罪 维护治安平稳 民众如果遇到不法情势 请立即拨打110 提供情资共同守护花莲南区三乡镇 让大家都能够安居乐业 记者高双双预阵采访报道